年紀大或是壓力大 都會讓我們長出白髮 但有些人很奇怪 年紀輕輕 可能20出頭甚至30出頭 就可以滿頭白髮 像是大陸的男星陳學東 他在滿頭白髮 是怎麼回事 盛美姐 我身邊也有年輕的朋友 平常頭髮很多 很黑 如果突然生一場大病 甚至可能住院一兩個月 不知道為什麼 就整個會滿頭白髮 陳學東就是 你看他今年才33歲 他過去是演小時代 這個電影崛起 長得很帥 平常看到他頭髮也很多 也很黑 他是在二月的時候 出了一個嚴重的車禍 左腳撕裂傷需要打鋼釘 他打鋼釘之後的一個月 我曾經看到他有PO了一張照片 還是滿頭都黑髮 可是現在已經過了八個月了 最近他PO出一張照片 大家有點心疼 你注意到沒有 滿頭白髮 然後很多粉絲都說 你怎麼會一夜白髮 我以為是看到63歲的陳學東 當然他也沒有解釋 所以也有些粉絲說 該不會他只是用染的 但是我的猜測是這樣 就是說八個月時間做三四手術 他可能頭髮一片一片的有點白了 與其又是黑髮又是白髮 不如乾脆剪掉 然後全部染成白髮 對很多藝人來說 可能會做這樣的一個方式 除了陳學東之外 請注意另外一個 這是日本的主播叫靖騰士 他比較特別 因為他自己就對外講說 其實他二十歲就已經有很多白頭髮 不是一兩根 他是少年白 對女生來說這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他一定去染髮 隔一段時間就染 然後各位 他現在的工作是主播 主播都照得很近 所以他長期的染頭髮 他就造成 因為我們都會對染髮劑過敏 很多人會這樣 他說他枕頭會長那個濕疹 非常非常痛苦 可是他說過度的依賴染髮劑 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他說311大地震 他們都會去準備一個防震的包包 他第一個拿的是染髮劑 人家是拿水 他拿染髮劑 我的話會拿面膜 他會拿染髮劑 後來他就告訴自己 我現在都55了 那我不如就告訴大家 我就是白頭髮了嘛 對不對 就不用再染了 回歸自然 聽說你自己也常常染頭髮 我常染 因為我也會嚴重過敏 那嚴重過敏只好忍耐 不好意思 剛剛因為中醫師說這樣的話 好像是腸胃的問題 我都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現在鏡頭好殘忍 照超清楚的好不好 看得清清楚楚 反思都會提醒你說 你怎麼有白頭髮 好在我也是在後面是盛氣 因為你是偶像子 沒有啦 偶像所以很在意 鏡頭太殘忍了 我就要請教徐醫師 到底幾歲白髮叫做少年白 因為剛才你說臺灣平均是35歲 會有第一根白頭髮嗎 那如果在幾歲之後 就白頭髮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是少年白 而且為什麼有些人會是少年白 除了遺傳的因素之外 對 你看我們剛剛講說 平均35歲第一根 那我們通常是講25歲 就有白頭髮 那叫做少年白 大部分是遺傳 所以有些人真的一家族裡面 看怎麼好像都小朋友 國中生 就開始有白頭髮了 像剛剛那個女主播 她可能就是有遺傳性的 因為她20幾歲 對 她就開始有這樣子的 另外成員東就比較屬於 好像是一夜白髮了 所以當然一夜晚 很年輕就變成白髮 當然就是說除了遺傳之外 也有可能說腎 肝腎功能差 身體狀況比較差 就循環差的人 循環差當然他養分 他就不及攻擊到我們的毛囊 可能就被割捨掉了 過度染髮其實有時候 會引起一個發炎反應 像他引起的濕疹 那引起的濕疹 當然身體說 那你這邊就是一個 容易發炎一個破口 所以常常會被身體過去關機 把黑濕疹關掉 所以我們講說什麼 自油肌 發炎反應 當然一邊的慢性發炎 當然局部就可能會造成 DNA的損壞 修復不理癌 所以一直靠染頭髮去遮白髮 可能就變成他染一輩子 越染白越多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所謂自油肌生活習慣 所以希望民眾能夠吃好 睡飽不煩惱 如果生活環境當然照顧得不太好 那一樣我們可能會引起一些發炎反應 一樣造成掉頭髮 所以剛剛我講說壓力 有一個案例 他是才50幾歲 50幾歲 他也是說他在一年內 冒出什麼都白頭髮 他自己來就是很會自己一直講 有點焦慮 他說他就跟婆婆處不好 婆媳問題 對啊 但是他最讓他生氣的是 老公竟然是 這個時候是挺身而出變成孝子 站在婆婆那裡 對 他兒子20歲了 又是女朋友的孝子 對 他就這樣在女人之間的戰爭 他都是處於劣勢 他輸了 所以他就覺得很欲阻 心情不好 所以我們本來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因為壓力造成的 頭髮掃跟白髮 但是發覺也不太對勁 好像他也不是只是單純的焦慮 因為發覺他其實在講話的時候 好像有種手抖 然後就覺得 好像那種很焦慮不自在的感覺 所以我也請他去驗假裝線功能 結果有假裝線抗鏡 OK 所以假裝線抗鏡是一種免疫系統的問題 不是 他的內分泌系統 我們的白頭髮是免疫系統 其實免疫系統跟內分泌系統 常常都會影響到白頭髮的產生 所以後來我們把它 假裝線的部分把它控制好 然後發炎的部分控制好 其實他後來四個月之後 也是黑回來了 OK 所以白頭髮還是要去找原因 沒錯 不過白頭髮看起來 好像跟全身產效都有關係 現在劉醫師 如果我們突然冒白髮的話 你說除了少年版或是記憶遺傳之外 你說跟身體很多狀況都有關係 對 我們剛剛提到說 可能跟一些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或者是本身一些自體免疫的系統 可能會有關係 那最常見的假如說 像假裝線功能 因為他有可能 他的發生的原因 是跟自體免疫有關 所以過去來講 我們有討論過說 假裝線抗鏡跟所謂的白斑症 可能會有關係 那這些就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直接去攻擊了黑色素細胞 那另外一個就是假裝線功能 也會跟我們的自律神經有關係 所以就跟我們回到 所謂壓力性造成的白髮會有關 它會造成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交感神經會抗鏡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我們的養分 也會有關係 所以有些人他的營養狀況不好 或者是說因為他可能某些疾病 而導致一些養分的流失 這種情況也容易會造成白髮 那這養分包括像我們一些胺基酸 維生素 或者一些鐵紙 一些銅 鋳 這些所謂微量元素 其實也會造成白髮的一個發生率 那再來一個就是會相對比較厲害 我們要小心的就是所謂心臟病的物理 那尤其是在歐洲心臟病學會 其實有提出相關的警告 因為在過去有一個比較大型的研究 就是針對八百個人 他已經有在四十歲以下 就已經出現這個大量白髮的 跟這個四十歲以下相對健康的 差不多一千兩百個人去做比對 發現說這個有心臟病的人 有一半以上 幾乎都已經大量白髮了 所以他發現說 如果你四十歲以下 就有大量白髮的人 你可能出現心臟病的機會是高達風險高達五倍 那甚至發現到後期之後 造成骨質疏鬆的比例也會高達 比一般的高達四倍 所以對我們來講 當然他產生白髮的過程 或許因為這些人 搞不好就長期 長在一個壓力的情況之下 所以相其來講 發生心血管機會 發生骨鬆的機會 或許就會比較高 所以有可能會因為 他在產生白髮的過程當中 去先天在不管是營養 或者是他體質上 已經出現一定程度的發炎 當然就影響到其他的 後期的毛病 對 所以我之前有個病人 他是三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認為自己一開始有白髮 他覺得是少年白 可是結果就到三十五歲四十歲 怎麼覺得白髮量越來越多 然後他那時候來 其實不是來看白髮 他是說醫生告訴他 員工檢查發現他貧血 他說你三十幾歲 就發現貧血 你怎麼沒有去查閱 他說他覺得貧血沒怎麼樣 反正他已經耐受 那種血色素才七到八這樣子的情況 我說那你不會動一下很喘嗎 他說就習慣了 對 結果我就說你可能要查一下 結果發現說他到婦產科的時候 發現他的子宮肌肉已經六七公斤 我想說已經四十幾歲了 然後他又不想開刀 他說那不然就鐵就先補充 結果在補充的過程 就發現他本來的白髮 就至少維持住 可是也沒有變成變黑 因為可能在 對 因為有可能他在大量 這個月經的週期的過程當中的出血 其實也會造成一些營養素的不足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補充的話 可能就要全面性的去做相關的檢查 是 每個人都希望頭髮是烏黑亮 其實我們平常在梳頭的時候 梳對方式也可以讓我們變回黑髮 陳醫師 在中醫的古書裡面有講說千回梳頭 梳頭要梳一千回 但這個一千回是一個 凌晨三點就要起床 頭不白 頭髮就不會白 因為我們在用一些我們的梳子 這個梳子一定要比較鬆一點的 不要太密的 這種梳子其實是不錯 他有氣墊下去 而且有縫隙比較寬一點 另外也有這種我們傳統的這種角梳 這種角梳也都可以來用 那自己很方便用 因為這個一個刺激的一個頭皮的作用 他會改善我們頭皮的一個氣血的循環 那也會刺激我們這個身體的一個反射區 比較不會健忘 不會失 那這個我們的使用上當然可以 萬能的雙手 萬能的雙手其實也都可以 用手抓也可以 我們在有名的這個養生裡面 就是說養生十六儀 養生十六儀這個方法裡面 第一個就是梳頭髮 就落頭門 那養生八髮裡面 第一個也是梳頭髮 梳頭髮一個是一個非常很重要的一個 養生 如果你平常有保健養生 那當然你的健康都可以 比較維持得比較好 那當然這個就是比較屬於 大範圍來講 但是我們可以針對局部性來講 那第一個穴道叫做什麼 叫做神庭穴 那神庭穴在哪裡 其實就在我們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上髮劑 在正中線 在都脈上面 0.6吋大概在1.5公分的一個位置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正中線的一個位置 上髮劑 今天把阿湖帶出來 大家來做為一個展示 這樣比較大家容易看得清楚 第二個穴道叫做什麼 叫做擺會穴 擺會穴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把耳朵往內折 那直接跟我們兩個連結線 跟正中線的連結線的一個終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擺會穴 我們這裡有紅點標示 第三個叫做什麼 叫做角孫穴 那角孫還有 它還有一個叫做天聰 其實它兩個穴道是連在一起 都是邵陽間的一個穴道 那在耳朵對折的時候 耳朵對折的時候 耳間垂直到達頂點的位置 這個都會改善我們像肝膽火旺 所引起的這個白髮症 所以我們這三個穴道 其實我們如果沒有特別的一個 方向功能 那特別的 我們可以三個都一起來做 如果說你是哪一個部位 你覺得你比較有餘力 希望多做保養的話 那當然會針對局部 能夠加強的一個按摩 那除了這個萬能的雙手之外 可以一些輔助的功能 像一些梳腳 就是一個像鴨的 刮刷板這些 有帶一點腳尖銳 但是它實際上不會讓我們刺激到 或者我們的筆 把筆的筆尖縮掉以後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輔助的工具 我們可以這樣來應用 是 頭髮要黑 我們的飲食也要夠均衡 主廚要教我們一道養法的料理 要有濃密的繡法 可以用食物來以形補形 主廚間準備都是黑色的食材 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以我們準備了這個 黑木耳海苔飯包 所以我們拿這個黑木耳 OK 我們把它切碎 然後準備了這個是黑米 黑米 就在這邊講一下 其實因為如果一般知道的 那個紫米大概是紫糯米 所以它對腸胃的吸收 可是它GI值也會比較高 所以有另外這種黑米 黑米它以前又叫椰米 那這個東西它的黏性你看 就沒有來得紫糯米這麼黏 對 所以我們就要選擇這個黑米 會來得更好一點點 另外我們來準備兩個黑的醬 一個是我們黑色的芝麻醬 再準備一個黑色的豆瓣醬 還有黑芝麻 反正今天就黑到底了 對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在準備了一個東西來配木耳 這是水梨 水梨 對 是水梨 好 很奇怪 這時候江文有知道說話嗎 我先聞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味醂 它的調味料 我們要用香油 香油 一點點香油 一點點香油下來 你知道料理感覺非常經濟詞彙嗎 沒有 這個不一樣 你知道吃不出來才高級 吃不出來才高級 對 吃不懂才高級 我們先把香菇下來這樣 好 是香菇喔 對 香菇切碎 我們把它下來煸炒一下 香菇在炒的同時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個黑木也丟下來 黑木也丟下來 一起拌炒 黑木也丟下來 把它拌炒 其實這個料理 我們今天是因為為了要 符合我們的主題 要讓東西很黑 其實這個料理原本是什麼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原本是一個黑色的黑木也雜醬 什麼東西 黑的黑木也雜醬 黑色的雜醬麵 黑色的雜醬麵 所以如果其實你學會這個醬 我們可以加一點肉末 我們就可以吃雜醬麵 對 但我來煮雜醬麵 你一定會罵我的 還好 還好 只要做點別的 好 我們今天把香菇 跟黑木也都炒香 炒香之後我們先加黑芝麻醬 跟我們的這個 這個叫黑豆瓣 黑豆瓣 豆瓣醬 因為它本身有鹹度 所以我們今天的調味其實 就靠這兩個東西 就不用再加一點 黑豆瓣一下 然後再加上這個 黑芝麻醬 這芝麻醬會比較苦 所以你要稍微留意 比如說你在炒的時候 你這時候其實 如果東西都已經熟了 你大概就可以把火轉小 關小一點 像鍋子現在很熱 你就把它關掉沒關係 把它慢慢炒 把它炒開 黑芝麻醬 好 把它炒開 好 水分來自於什麼 水梨 就水梨 就這樣翻一半而已 好特別 你真的是叛逆的料理王 對 我是你朋友的 比較叛逆一點 叛逆 好 我們這樣有沒有 其實它水分就出現了 對 我們就把它拌一拌 好 基本上這個醬就差不多了 你如果是拌飯或拌麵 它基本上就可以了 就算是你自己要不要加 這個真的有像炸醬的味道 對 超香的 比如說你要不要加魚肉 或者是加一些肉末 其實都很適合 好 另外我們這邊就準備這個 蒸熟的黑米 黑米 那我們剛剛有講了 這個黑米它其實不是糯米 所以它的黏性沒那麼強 所以如果你要用手去捏它 捏不起來 它可以捏得起來 但比較容易鬆散 那我們可以準備一下這個模型 OK 好 講一下這邊調味 你說技術不夠好的時候 就靠器械就對了 對 像我這樣技術不夠好 這裡如果有人擔心 像你說黑芝麻還會苦 那你可以加一點點味醂 我們就不下糖了 盡量以糖為少 對 味醂只要一點點把它拌開 好 那我們就準備來壓啦 用壓這個來壓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 比如說油脂 或是有人包飯糰有沒有 它裡面帶一個厚的手套 然後外面帶一個塑膠袋 但我們不建議大家用塑膠袋 所以你要找這種可以耐熱的 耐熱的容器 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放進去 我們做夾心 夾心的一個餡料 OK 放進去 再加進去 對 把它放好 之後再來弄料就是這樣 對 之後就把這個料再放在中間 然後把它夾起來 陳醫師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道料理很厲害 為什麼 這個跟中藝關係很密切 中藝有三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黑色鹿腎 再來 廢所謂的黑色鹿腎 所以你今天穿黑膝中 還是會要補腎 對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腎組皮毛 再來是羽形補腎 所以這三個概念 都在這個主題的料理上面 那我們知道這個黑色的植物 它本身有所謂的脂肝腎 補肝腎之陰五臟的一個作用 所以如果說這個料理 再吃下去 又對我們的五臟六五 還有我們的肝腎的功能 都會變好 這個料理裡面主要有海苔 海苔它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有營養的一種 黑色的一種 一種有點嘛 所以我們的毛髮變好 第二個它有像紫米糯米之陣 這個是花精素很高的 對於我們的血管 對我們的皮膚都有很好的作用 那黑木我當然知道 黑色的虧保營養也非常夠 那黑芝麻倒知道 吃得會黑頭髮 但是要小心 如果是你是掉很嚴重的 雄性凸的朋友 黑芝麻就不要用 因為黑芝麻它本身 會讓我們的毛 那個我們的毛囊 分泌更多的油脂 對比較對雄性凸的朋友 比較不適宜 OK 好 OK 你看 它把它壓好之後 海苔放著 如果容易鬆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這樣子 把它翻過來 然後稍微阻擋一下 讓這個米能夠掉下來 它其實會變成這樣子的 一個預飯糰的感覺 那注意 因為我們用的是黑米 它很容易會鬆散 所以你要疊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小心 好好的把它疊好 對 好好的把它疊好 是 那它太黑了 看起來不好吃 如果太黑你還可以撒東西 對 今天就刮了一些金箔 再撒上去 這個黑木耳海苔飯包就完成了 那我們這個要讓你 一頭黑髮的料理就完成囉 有些人就很厲害 明明就六十幾歲了 還是滿頭的黑髮 比如說香港的四大天王 劉德華 他到底是怎麼做到已經六十幾歲 還滿頭黑髮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去肯定 謝謝大家